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很多人遇到注視不順 都會有理由 什麼這個 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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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真的喔 還要注視太脆了 而且你看 貓貓真的很會看動有沒有 就真的有這個意思 對 就是有 其實老一輩的 他更會相信是季節 對 我現在剛好季節交替 所以我的小孩就生病 對啊 其實有一個 其實有道理 但是有些就是 好像也是道聽土說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看 這些老坑貓的媽媽呢 他們有很多藉口 都可以坑貓說 可能是季節的問題 可能是什麼狀況不對 沒關係 坑貓之王 要直接告訴你們 到底是真的坑貓 還是真有其事對不對 對 這一句專業認證 不是咧 來 第一位 對 有季節交替意見的 欣怡來 季節交替害我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一次 一覺不行 一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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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問一下 我們是他彈他的人舉手 沒有 我跟你講是看過 你們要先聽我講完 沒有 我要說 這是很有科學根據的 這是一個科學的一個節目 對 好 我要先說我的故事 發生怎麼樣呢 我以前其實是只要睡 大概七八個小時 我就覺得 今天就睡飽了 活力十足 精神滿滿的一個人 但是最近呢 就是秋天到了 我最近就覺得真的是 沒有睡十個小時以上 我都覺得很累 那個太久 沒有 而且就是 有點起不來的那種狀況 我跟你講呢 有一天真的很誇張 大概十點多我就睡囉 結果睡到半夜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跟我小兒子一起睡 我小兒子有時候呢 半夜就是還是不太穩定 會想要要奶奶幹嘛這樣 然後呢 就突然間呢 我小兒子那一天呢 就突然 就哭醒要喝奶奶 結果呢 我跟你說很扯的來了 他哭很大聲 但是 我都沒聽到 我真的都沒聽到喔 然後呢 而且你知道 他就這樣子一直搖我 媽媽 媽媽這樣 然後因為小孩看到我不動 他就哭更大聲 我說媽媽媽 媽媽 你怎麼哭 媽媽 不好意思喔 然後他就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老公當然要趕快就是安撫他 他當下呢 是非常生氣 就覺得這個媽媽怎麼回事 居然 你老公隔地房都醒了 你還沒睡 對啊 然後他就是鬼巴掛你知道 因為他覺得他都醒來 但是當下 當然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安撫好小孩這樣 然後趕快把小孩哄哄哄哄 哄哄哄哄哉 哄哄哄也就是花了他一個力氣 所以他也沒時間理我了 他就想說 好 讓你睡吧 算了 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換我大兒子 因為我大兒子要去上學 這時候我大兒子 我有一點點模模糊糊的意識 覺得好像小孩要上學 可是我就是你知道 攤在那邊就是起不來 然後因為小孩上學就要遲到 我老公也沒辦法管我 他就只好就是你知道 把小孩都帶出去 然後那天其實我下午 有發一個書畫 其實我要去一個活動 一點鐘要書畫 結果就是到一點的時候 我就是也沒起床 我跟你講我人生真的很少 發生這種事情 你從前一天的十點多歲 到第二天都很難 對 我就是狂睡 我就是不知道是 那一天是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 我就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呢 我的那個化妝師呢 搭給我就也沒接 然後我老公此時呢 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可能 然後呢 他就想說 因為畢竟睡他真的太久了 他就很可怕 他就立馬手刀衝回家 他打開的時候發現 然後他就覺得你是怎麼回事 你是不是平常就是給我喝太多 然後才會就是導致這樣 是一種累積的這樣 對 然後呢 我就上網去查 我就發現 你知道嗎 在季節交替的時候 有一種病叫做 你就是在小孩的時候 很困的時候 就是小孩困的 對 還沒有啊 很困就上課自己 不是 是因為 真的是因為季節交替的關係 不是 妳問專家 超困 真的有 超困的就出來了 這件事情啊 還真的有研究 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在季節交替的時候 尤其是在秋天 冬天 慢慢的 越來越日光照的時間 越來越短的時候 人的生理時鐘 很需要日光去調節 如果沒有日光足夠的情況之下 睡眠會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這件事情 真的有人去做過會延長 那可是大家為什麼覺得 聽起來是 那答案應該正確 對啊 為什麼來說是痕痕 因為大家做的研究 有兩個條件會特別影響 一個是日照 落差比較大的地方 高尾度的國家比較會 因為它的日夜落差會比較大 第二個是 比較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影響 而且影響 好保養得不錯 好保養 其實我今天已經五十八了 今天已經五十八了 今年還年輕啊 看起來心裡這麼年輕 應該是不會 不該符合這個條件 第三個最重要的一個重點是 它事實上研究指出 大概差多久 睡眠時數呢 是零減一九個小時 換句話說 根據數學算一算 大概是十幾分鐘而已啦 十幾分鐘而已 十幾分鐘而已 所以差這麼久的 沒有這麼久的 所以這研究認為 就是有可能差了十幾分鐘 不會去差這麼久的 不過其實如果真的 以科學來講 一個人每天睡眠時間 突然多兩小時 只要問他睡眠品質啦 他就是晚上會呼吸中止啊 然後他睡眠都很片段啊 其實喝酒也是會 好啦 沒有關係 我就是喝太多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看來黃醫師講的一個 東西更重要的是 如果當有睡眠呼吸中止 當你睡了足夠的時速起來 還是覺得很累的話 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 呼吸中止的現象 呼吸中止的話 請家人幫你注意 是不是有一些中斷 像是這樣 這樣 重點是你怎麼會學得那麼下 因為平常看門診 都要表演給民眾看 說你有沒有呼吸中止 他說 而且有時候 還會被口水給倒 對 那所以讓自己睡得好 是最重要 我們在睡的時候 盡量不要讓外面太亮 很多人睡眠的 我們叫做睡眠的環境不夠好 所以外面有時候光線太亮了 所以那個全遮光要遮好 不要讓外面很亮又很吵 在房間裡面還放了一大堆 會有一直出聲音的 然後一直滴答滴 在那邊滴水的 在那邊抽風的 在那邊除濕太大聲的 避免過度的噪音 剛剛是睡眠的問題 會精神不激 砍拖這個季節 再來看看他們還可以 砍拖什麼妹妹 叫 季節交替害我無法 參加國家巨大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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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張了 不要緊張了 你就是不想去婆家巨大 對啊 我真的是很想看 你不是季節 你是無時無刻 都不想去婆家巨大 不要把內心話說出來 我真的不是 因為我就是一個 腸胃很敏感的人 尤其到季節交替這種 早上很冷 到中午又大太陽 那種溫差太大 我的腸胃就會更加的敏感 幾乎是餐還沒有吃完 吃到大概八分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一陣感覺 要立刻衝去廁所 如果我沒有在三十秒之內 衝到廁所 所以我現在很 這很多朋友的聚會 我都會推掉 因為我先敞看一下有沒有 旁邊如果沒有廁所的話 我就沒辦法去 然後從哪一年 不知道開始之後 中休節大家就是想到 就是一定要 然後今年我婆家的人 就想說大家一起來去一個農場 兩天一夜 還去農場 要去那個烤肉 想到烤肉呢 其實我的腸胃 就一定受不了了 而且尤其是農場 你想說農場那個 廁所超遠 對 廁所都很遠 然後我一想到 我就跟老公說 我真的不行 我就跟老公說 我最近腸胃真的不舒服 我真的沒辦法吃烤肉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去 結果老公就突然很火大說 你已經推掉我們家聚會很多次了 你如果不舒服 你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要去 我自己帶小孩去 他生氣了 對 可是他說不知 真的是我腸胃很不好 彭醫師你怎麼說 真的還講 他就是腸躁症而已 真的 我們這一定要幫忙說明一下了 因為這部分就是 我們剛才說 吃完東西一陣子就馬上 就受不了大腸有反射 叫胃大腸反射的部分 跟季節的溫度 真的是有關係的 好耶 老公我真的不是坎脫啊 脫了 以後國家聚會可以 我們幫忙解討 那這部分來講 因為在我們身體的腸胃 跟我們外面的溫度 真的很有關係 當過度冷的時候 身體的部分來講的話 不只腸胃容易 腸躁會更容易 胃大腸反射更容易 其實之前研究也發現 在冬天的時候 因為身體收縮 我們膠原神經有更加的興奮 所以在冬天的時候 潰瘍的疾病會更多 所以會發現 有一些胃啊 不是啊 胃炎啊 胃潰瘍啊 其實這些都會更多 那夏天有專門夏天的病 夏天腸胃的病 後來發現容易的是一些 膽跟胰臟的問題 那膽跟胰的問題是 後來大家發現解釋 是因為夏天比較容易 吃一些高油膩的食物 是 然後吃比較多 那夏天喝酒也會比較多一點 這樣 你不要再吃我 不要吃他 不要吃他 剛好練說他在對面 你以後不要去他餐廳那裡 Cue很多次 要被他灌酒 灌酒 對 所以夏天的部分 對 夏天的部分 這種油脂攝取比較多 夏天大家就比較外面外出 聚餐 高油脂食物 然後酒精 這些容易因此 我們這些膽的發炎 跟胰臟的發炎 就會比較多 所以其實春夏秋冬的季節變化 真的跟胃腸道 還真的有關係 有 天天 有 天天 天天 是 你 кр來 你 有 天天 有